各位觀眾 現在我拍攝的是大明年糕 今年真的賣得很出位 連我們旁邊的漆仔是翻炒了幾次 漆仔 漆仔 什麼事 我兩次來吃東西都見到你走來買年糕 做了探紙 今年你CEO都很欣賞 當然啦 那天就一煎了馬上出來了 他說煎一底就食煎一底 不能留下來 漆仔也挺大食的 這個年糕 你看過 其實很重手 很重手 整兩磅都滿了 今年真是煮得很漂亮 我喜歡的辣味 有一粒粒的口感 還有蘿蔔是條 有條 它又不要太大條 細細條 不是片 外面的蘿蔔太幼薄 但我們還沒教人怎樣煎蘿蔔糕 我們下次再拍片 上次我們拍攝的蘿蔔糕 大小小 你喜歡這個 因為外面的蘿蔔糕 你外面見到蘿蔔糕 你沒可能見到一粒粒 一粒粒的蘿蔔糕 滿了 是滿了 你看黃前面它又是滿了頂 那種滿足感 蘿蔔糕我就不適合了 是你喜歡的 不是蘿蔔糕 蘿蔔糕 我是正式蘿蔔糕 其實我兩天都很喜歡吃 你兩天都喜歡 我喜歡蘿蔔糕 芋頭我會嫌它粒的 你吃下去覺得它粒 不是 因為最主要是吃芋頭 你是吃到外面那些 你說不粒的那些 就只是粉開那些 你是切開 你沒辦法找到一粒糊頭的 我就喜歡這些有原汁原舊芋頭 一粒一粒 你一邊吃一邊咬到那些芋頭 就最開心 我就不喜歡 口感 我喜歡吃 我那種芋頭那種味不一般 所以你發覺我一般的芋頭 我知道 拍完這個給你看 就是蘿蔔糕 這個是椰汁味 椰汁、唇糖、蘿蔔糕 你看到它顏色比較淺色 它有一個紅糖的 有一個淺色就是椰汁 椰汁很香 椰汁上次有試吃過 上次有試吃過 上次有試吃過 它真的有一個很香 有椰汁味 有那個糖的味 如果你喜歡吃 這個 這個是多少 這個不同價錢 這個是十五元 十五元 包上去 OK 接著另外這些高的 就是十九元 包上去 不要錯 不要錯 還買十送一 是 我們接著的年氣講完 其實很多時候 來到大明吃東西 大家會通常是香茅豬扒 可能是它的焗豬扒飯 其實有一樣東西 就是它的牛腩 我長期都發覺 是沒有什麼人介紹的 我要告訴你 其實它的牛腩 在多倫多 燜到口感的軟 還有咬感 是完全是 我覺得現在是首位一致 我呢 就很少 不 我見到處長 真的很喜歡吃牛腩 經常都說吃牛腩 它呢 老實說 它說 沒有一間 是由這一間 燜到牛腩 那麼鬆化 沒錯 這些牛腩 其實我不是經常跟大家說 打大腦那塊 打大腦那塊 這裏都是化開的 所以奇妙就是 要不就是牛腩可粉 要不就是牛腩飯 牛腩飯 你有見過我拍過嗎 沒有見過嘛 因為我通常都是自己 就這樣吃 還是次次清碟的 OK 牛腩拍給你看 如果大家想試的 就是譬如 菜与牛腩飯 或者現在這個 牛腩可粉 這個是原味的 還有一個是辣的 我只是說了 化紙都可以開開 是化開的 是生化 你喜歡可以試一下 這個 封是牛腩類的 她都可以 這個開心的 好多試 好多試 因為大小姐 出來吃東西 很多時候都會選擇 但我覺得 這個是唯一 吃得很開心的東西 每次一見到 是的 這個是 因為是化身長 還有 我一定要煉奶 煉奶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是的 所以姐姐拿了一個糖 我們都說不用了 我們是不需要的 最重要的 你看看 嘩 雙層 花生醬 簡直 很邪惡 邪惡就是邪惡 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吃得開心 最重要是一個月吃一次 當然選擇 這麼少 不用 選擇數量 不少 所以一定要選擇這裡來吃 對 吃東西要吃得開心 好了 讓我跟大家做個總結 如果去到這裏大明食 剛才我們剛剛點的那個就是這個 港式特口西多士 那就是7元 這是餡茶 對 餡茶 如果加煉奶 像我們這樣 是加1元 其他普通的都可以 沒有所謂 下次大超姐 我們要試豬扒 因為香茅豬扒 它做得很出位 這個豬扒包 加薯條 都是9元 又要跟餡飲 另外牛腩 就是剛才的牛腩湯麵 就是這個 如果你吃得辣 就點個紅燒 但紅燒真的很厲害 我也覺得有8勁度 所以一般人來說 不是我這麼強身子 都是吃一個 月味的那個就可以了 下午茶都有26種 牛腩湯麵 或者湯河 都是9元 都是跟餡飲 然後到這裏 還有一個就是 21的炸雞腿 薯條 或者一斤沙律 這個9.5元 相比起上次那間 就多了5毛錢 但其實這裏的雞腿 炸出來的尺寸 又大隻 比上次那間更加大隻 全包包也有 最主要還有一件事 估計不到的 就是這裏的梅菜扣肉 真是估計不到的 這裏如果你平時 晚餐的時候叫和菜那裏 其中一樣就是梅菜扣肉 或者你叫碟頭飯也可以 那個梅菜扣肉 是我全城吃過最好吃的 那你不信你可以自己來試試 你可以試試 你試試廚長的口味 真是奇怪 一個是牛腩 一個是梅菜扣肉 有很多大酒樓 很多大酒樓 贏了很多大酒樓 你不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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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